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瑞贤牧师 今天要与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拥有幸福的友谊 我们的人生要往幸福迈进 我们不只要成为幸福的人 更要拥有幸福的友谊 神的话语真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真言十七章十七节 神的话语说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真言二十七章十七节 铁磨铁磨出任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朋友乃是时常亲爱 而且朋友会互相影响 旧约圣经中有三个人 与神有亲密的友谊的关系 如同朋友一样 第一位是亚伯拉罕 在历代字下十章二十章 历代字下二十章第七节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 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为业吗 这边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说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他为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所以亚伯拉罕在旧约中是神的朋友 第二位是摩西 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说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摩西转到印里去 我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 约束亚不离开会幕 这边提到摩西与神的关系 好像朋友说话一样 第三位是约伯 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四节说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篷中 神带我有 密友之情 所以约伯就像神的朋友一样 真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 铁磨铁磨出人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当我们常常留在神的同代当中 我们的生命就会拥有神的性情 会拥有神的想法 神的说法与神的看法 在圣经中也提到 损有的特质 损有到底有哪些特质呢 损有的特质有 一是乖僻的人 真言十六章二十三节说 乖僻的人会散播分身 传舍的会离间密友 所以损有的特质有规避的人 第二是挑错的人 真言十七章第九节说 遮掩人过的寻求忍耐 屡次挑错的会离间密友 第三 损有的特质是愚昧人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说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第四 亏损损有的人 损有的人是往来穿舌的人 真言二十章十九节说 往来穿舌的泄漏密室 大张嘴巴的不可与他结交 损有的特质的第五个 是好生气的人 暴怒的人 真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第六 损有的特质是 反复无常 真言二十四章二十节说 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 不可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 第七 损有的特质是 好酒贪食的人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 好饮酒的 好吃弱的 不可与他来往 因为好饮贪食的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 第八 损有的特质是恶忍 真言第一章十到十五节说 我儿 恶人我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他们若说你与我同去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 要敦服害无罪之人 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去 他们如同下坑的人 被我们无伦吞了 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 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阳带 我儿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的脚 走他们的路 所以这些都是损有的特质 同时在提摩带后书也提到 要躲开的人 提摩带后书三章一到第五节说 你应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的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放堵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残言 不能制约 性情凶恶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万为 自高自大 爱厌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先也不乐意 我们与那 格林多前书 也提到有不可相交的人 格林多前书 五章一到第十三节说 夫妇你们中间有言论的事 这样淫乱的人 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 你们还是至高至大 并不哀痛 把行这样子的事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却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 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样子的人 就是你们就位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主耶稣的全能 救治你们 就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于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笑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无效的面 应当把救笑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心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 献为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 不可守不可用旧笑 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 一切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勒索的 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 若有称为弟兄 他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是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罪咎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 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们吃饭 也不可 因为审判教会的人 与我何干 教内的人 岂不止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有神 审判他们 你们应当把这二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所以在圣经的当中 提到这样子的人 我们不可与他们相交 就是与他们吃饭 也不可 同时在以弗所书也提到 不可同活的人 以弗所书五章一到第七节说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着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当作信乡的公物与祭物 信与神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或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正徒的体统 淫辞忘辞 或嬉笑的言语 都不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乎的话 来欺哄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都被淫到那些 被淫之子 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 所以神的话 告诉我们 有这样子的提醒 这些损有的特质 我们要与他们 保持距离 要划清界限 不可与他们交往 神的话 要我们与 智慧的人来交往 所以格罗西书 四章五到六节说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与良友交往 以佛所书 五章十节到十二节说 总要查验 和会神说喜悦的事 那暗卫无意的事 不可与人同行 导要责备行这样子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 也是可耻的 所以我们要与智慧的人 与良友来交往 良友的特质 第一是公义 第二是信德 第三是忍耐 第四是和平 天母带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教导文 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族的人 来追求公义 信德 忍耐 和平 公义代表着 他不以舌头 毁谤人 不二代朋友 也不随我 毁谤 邻舍 信德代表着 信心 与信实 忍耐代表着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和平的人 拥有和睦 和平 有秩序 有对的 应对 进退 第五 神希望我们 与清新的人交往 真言二十二章 第十一节 喜爱清新的人 因他嘴上的恩言 王必与他为友 马太福音 五章第八节 也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诗篇七十三篇 第一节说 神时代恩待那 以色列清新的人 第六 要与智慧的人交往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智慧的人 与智慧的人 同行 必得智慧 与愚昧的人 作伴的 必受亏损 第七 要与敬畏神的人 来交往 真言九章第四节说 敬畏耶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亲爱的兄姐妹 当我们敬畏神 与敬畏神的人 交往 我们的生命 就会相得益彰 但伊里有三个 敬畏神的朋友 使他们在 被掳巴比伦的时候 同盟恩惠 同得拔绝 同辈高举 而创世纪 四十二章十八节 也提到 约瑟是敬畏神的人 因为约瑟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 与约瑟相遇的人 都得到祝福 与约瑟相遇的 波提法 得到祝福 与约瑟相遇的 私欲 得到祝福 与约瑟相遇的 法老 得到祝福 与埃及也得到祝福 与约瑟相遇的 全家族 都得到神的祝福 要相信 你是良友 也要结交 好的朋友 当我们成为良友 又成为敬畏神的人 爱神的人 神的恩典 就要与我们如影随形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而神的祝福 也要临到你的职场 临到与你相遇的人 祝福你的家庭 祝福你所有的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教导我们 能够在择友的当中 选择结交 幸福的朋友 也让我们拥有 幸福的友谊 把这样子的智慧 与话语 充满在 所有的弟兄姐妹 圣明当中 我们这样子祷告 奉靠 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